10月30日晚,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,原名扎良庸去世,向年94岁。 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原花镇,扎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。 1954年香港武术界两大门派互相争斗,令武侠成为热点话题。 于是文笔出众的扎良庸便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拆分开来,作为笔名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。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,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,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自首可概括为《飞雪连天射白鹿》,《笑书神侠已必冤》,此外还有一部《月女剑》。 其中,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神雕侠侣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等热门IP至今仍在不断被翻拍成影视剧,捧红无数行星,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